大家好 欢迎来到脑洞黑洞 我是李鑫 转眼之间 我们已经来到杨丽的2020年最后一天了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经历了瘟疫 洪水 经济动荡等等的磨难 我们即将迈入了新的一年 这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里祝福大家能够平安顺遂 2021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 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新一年的预言 给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说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那2021年更加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 不同凡响的一年 12月28日纽约邮报刊登了法国大预言家 诺查·丹玛斯关于2021年的预言 当然了 这里只是给大家来做个参考 1566年去世的诺查·丹玛斯写的《诸世记》 曾经成功预言了法国大革命原子弹的发明 希特勒的崛起和911恐怖袭击等等一系列的大事件 这篇文章中说 诺查·丹玛斯预见到2021年的破坏性 将比前一年更加严重 诺查·丹玛斯的诗中是这样写的 说很少的年轻人能留下来 一半人会死去 英文是Few young people have dead to give a start 还说父亲和母亲死于无尽的悲痛当中 哀悼的妇女凶猛的怪兽 整个世界都将终结 当然了 诺查·丹玛斯说世界将终结 我是绝对不会认同的 即使真的死一半人还有另一半人呢 地球将会欣欣向荣地继续延续下去 这里 诗中说的怪兽是否指这场大瘟疫呢 最新消息显示 英国变种的新病毒株传染性提高了70% 在英国发布这个病毒的一个星期后 已经传播到世界上26个国家 近日美国也发现了新病毒的患者 而且官方证实的这种在人际间传播的 变种新病毒不只有英国的变种病毒 还有南非和尼日利亚发现了新的变种病毒 目前刚刚研发出来的疫苗 对变种病毒是否有成效 成了医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 即使不是变种病毒 疫苗的有效性到底如何也是令人担心的 有媒体报道说加州圣地亚哥一位护理师 他叫马修 18号接种了辉瑞的疫苗之后 但是在24号开始出现了感染症状 26号也就是疫苗接种的8天之后 就被医院确诊感染了 在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 有一名在养老院工作的护理师27号注射了辉瑞的疫苗 24小时之后就被确诊了 这不禁让人怀疑人类寄予了无限希望的疫苗 到底有效性有多高 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诺查·达玛斯的预言师还写道 在给人类带来巨大麻烦之后 还有更大的麻烦正在准备着 还提到了瘟疫和饥荒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多次提到过饥荒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我以前的视频 诺查·达玛斯的诗中还说到 在天空中人们看到火和一长串的火花 这可能是指小行星飞过地球 或者是陨石坠落的特殊天象 科学家们说近期已经有小行星和地球擦肩而过了 在圣诞节的当天 有一颗巨大的小行星从地球上方飞过 而11月13号有一颗小行星在南太平洋上空 大约250英里处跟地球擦肩而过 而且我还想起了近期接连出现了很多异常的天象 包括12月23日凌晨7点多钟 青海玉树怀疑有陨石坠落 有多个视频显示一阵巨响之后 天空划过一个大大的火球 原本漆黑一片的天空宛如白昼 而更加诡异的是火流星陨落的旁边 还一直跟着一个圆盘状的发光体 当晚在附近的青海德令哈叶空 又浮现一团诡异的红色奇光 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之后又传来是2月24日 在青海果洛州马多县发生4.2级地震 其实古人历来认为陨石坠落地球这种事情 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大事情 对有些人而言陨石就是天赐的圣物 预示着人类将会浴火重生 而对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不祥之兆 甚至是灭顶之灾 我想大家都记得1976年吉林降下了陨石雨 而之后周恩来 朱德 毛泽东 这三大中共巨头相继去世 同时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令几十万冤魂葬身法力之下 而后四人帮被抓 体制内开明派开始拨乱反正 朝雪冤案 文革结束了 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新时期 两年之后改革开放 中国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可以看到乱象之后留下来的人们仿佛是浴火重生 迎来了全新的开始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中也约含了这个意思 他提到一个伟大的人会带来更新的时代 除了陨石坠落 今年的奇异星象还包括12月21日冬至那天 迎来了20年一遇的土星和木星的河象 更为奇特的是遇到了每隔1800年左右 才靠近地球一次的灵讯星 据说上一次灵讯星进入禁地点是在公元220年 那时候正值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 而人口从4700万瑞减到1400万人 而这一次灵讯星的回归是否会再度出现人口大幅度减少呢 我们之前提到过皇帝帝母经预言人民留一半 下面就来看一看帝母经对2021年是怎么写的 诗曰太岁新丑年疾病烧纷纷 五月桑马好金除米麦珍 春夏军甘雨秋冬得十分 桑叶树头秀残孤自欢心 人民见苏西六处张春寻 补约辛丑牛为首高低甚可怜 人民留一半快活好桑田 我们在第一期节目中 对帝母经2020年和2021年都有做过解读 这里就不重复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帝母经对2021年的形容是好过2020年的 但是明确提到了人民留一半 看上去大瘟疫过后 留下来的人们获得了休养生息 风调雨顺 安居乐业 人们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这和诺查丹玛斯预言的一半人死去 一个伟大的人带来更新的时代 这两点几乎是不谋而合的 说到人口减少 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很多次了 网上资料显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十多次的人口大灭绝 比如说秦朝消灭六国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后人估计那时候人口大概是从3000万下降到了2000万人 而秦末战争时期人口也是大幅度减少 在一本书叫《帝王世界》里记载 方知六国无损其二 就是说大约40%的人口损失了 而汉书《陈平传》里也记载 刘邦经过一个3万户的县城时 听报告说这个县城只剩下5000户了 而后西汉末年的混战导致人口从6000万锐减到东汉初年的2100万人 损失人口是65% 此后黄金起义 三国战乱 诗人形容白骨鹿于野千里无鸡鸣 声名百于一念之断人长 此外又有西晋的《八王之乱》 南北朝混战都导致当时人口大量减少 之后到隋朝末年到唐朝初年的18年间 兵变 民变和宫廷政变一共有136次 有50多位称帝称王的人各聚一方相互混战 全国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0多万人 减少到639年的1235万人 损失率达到73% 而公元755年到公元763年爆发了历时八年的暗室之乱 四分之三的人惨死于变乱当中 残存者据史料记载是以旨为一 中国人口从公元755年的5292万人 减少到760年的1699万损失率是68% 而唐朝末年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 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 前后有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 人口损失了76% 此外元朝末年 明朝末年 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等等 时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无论是人口减少一半还是减少四分之三 历史上都发生过很多次了 而每一次中华民族都生生不息的走过来了 历史的车轮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当然了 后人读史书看到的只是简短的一小段文字 而真正身在其中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 无疑 2020年 2021年 我们又一次来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无论是幸还是不幸 我们都是现正历史的一代人 能够留下来的人们可能都可以对自己的后代说 我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除了2020年冬至日恰逢木星和土星相合的奇异天象 2020年冬至日又遭遇了天狗吞日的日环食 星象加分析 这也预示着中国2021年将会有内乱 饥荒等等的大灾难 同时最重要的他们还分析说预示中共政权有可能会灭亡 我之前有两期节目专门详细解读了刘伯温的《金灵塔碑文》 其中对中共政权是有预言的 2021年中共政权可能真的来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 我特别强调 其实中共不能代表中国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朝代更迭是经常发生的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中国和中华民族是潮起潮落 永续发展的 而且没有止息 朝代都有兴替 何况一个小小的政党呢 一个马列主义稀来幽灵的政党呢 他怎么可能是万寿无疆的呢 历史上强大的苏联解体了 苏联共产党解体了 而共产党的独裁者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都被枪决了 如果哪一天中共解体了 不存在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历史走到今天 现在还是共产政权的国家 只有朝鲜 越南和古巴了 当然了 还有那个庞然大悟的西朝鲜共和国 可悲的是 受到中共欺世谎言的欺骗 很多人不明真相 不分善恶 恐怕很多人会随着中共垮台 而给中共做陪葬 这是最最可惜的事情 因为生命都是宝贵的 如果人自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别人也是没有办法 只有惋惜只能劝善 曾经准确预言了2020庚子年全球大瘟疫等危机的马来西亚预言家郑伯剑 他近期又针对2021年的辛丑年做出了15项预言 他说 因为疫情重创 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或者战争 2021年很可能会遭遇更大的灾祸 郑伯剑的预言和印度14岁少年占星师阿南德有些方面的预言是不谋而合的 阿南德也在最新的视频中一言说 12月20日开始 到3月21日会是瘟疫的高潮 2021年2月10日会出现六星连珠的天象 这很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崩溃 有人说 2021年是大清算大淘汰的一年 要我说 2021年也是一个浴火重生的一年 也是地球土固纳心的一年 如果你是好人 你什么也不用担心 如果有清理 也是清理的坏人 好人完全不用担心 好坏人如何区分呢 不是我对老婆好 或者对我的孩子好就是好人了 好坏人其实是上天老天爷来衡量的 能够分清善恶正邪的人 在善恶交锋中选择支持正义善良的人 最主要的是中国人要能够认清屠杀了八千万同胞的中共的邪恶 主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所知 跟中共划清界限 这些人才是安全的 最后祝福有缘人 有缘看到我的视频的朋友们都能够平安度过劫难 祝您新年快乐 顺遂平安 再会 我们下一期再见